今天我就要教你们 怎么在接杀的时候 怎么挡个斜线球 往往你们在接杀的时候 只能挡个直线球 要不然就是你们想打个斜线球 但是只能挡到中间 打不了去对角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或者是在打双打和混双的时候 你的搭档发球 对手推你两侧腰 你就只能挡个直线 然后搭档说 别挡直线 对手在直线等了 叫你挡个对角 你就是挡不了对角 就是勾不过去 你一勾的话就挡个中间球 往往就勾不过去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就跟你说 那个秘诀在哪里 或者是你跟我说 教练我其实学过了 我排要改等等的 但是我还是勾不出来 那我就跟你们说 到底为什么你们做不出来 哈喽 不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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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反手是更加难的 无论是单打双打混双 别人一杀到去你左边的话 你们的握牌一定要改 我们往往都学了对吧 握牌一定是拇指顶在宽面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我站这边 他杀我的身体前面我可以 为什么我这样子拇指顶住对吧 我排面一定要对着前面吗 我可以这样推 看来我推排面朝这边 而且我手是很舒服的 看来我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 我排面一定要这样子 我排面不可以变吗 一定要这样子 我才可以推吗 就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啊 好 如果是他杀我旁边 我这么握牌的话 排面朝那里 排面朝这边的 我要是如果真的是 推完拇指的话 看排面还朝那里 还是朝外面的 最早就朝直线 卡住了 出界了 我怎么样都做不了了 我真的要硬要掰的话 我这边就开始有点疼了 你要说打对角更加不可能 看啊 只要旁边啊 我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都推完了 这个球那么高 而且是在直线啊 如果 我真的是要使劲做的话 拜拜了 跟你的走说拜拜 断掉了 那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样 我们先说到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这球拍过来呢 就是如果我绕我手臂 对吧 他就可以回来了 对吧 看到吗 推 绕 但是问题是当你绕回来的时候 排面朝下了 所以这球会往下走 这样子吗 对啊 围堵啊 带过来是怎样 往下来啊 你看我排面可以过来 但是球会往下走哦 看到吗 他可以过去一对角 但是他会往下走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在旁边的球 我们从来不用拇指顶在宽面 在旁边的话 我们会拇指顶在斜能或侧能 也就是会握成一个反手后长的握法 从这样子 转 这样子握牌 球拍会靠在这 后面这边夹着 拇指可以顶在斜能或侧能 是这样放着就行了 OK好 为什么 到旁边我们就这么握牌呢 看啊 一样的道理 拇指这样子对吧 本来是这样子吗 现在我转过来他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我推完后 还是一样卡住 但现在我只要翻我手腕 他就可以过来 但是你看当我翻我手腕的时候 拍面怎样 是平的他就会过去了 我可以推过来 翻完手腕后 拍面是平的他就可以过去 就是这个原因 所有的旁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放手 我们会拇指握在斜 很多人问我 诶 教练 为什么不可以握在拇指顶在宽面 你看我还是可以这样子过来啊 还是可以过来啊 其实是过不来的 好 或者更经典的 不动手腕 这样子握拍 就掰小臂 这个更经典 这个更加打不了对角啊 这个更不用说 OK 按理说你这样打平 就是平了 你真的要过来的话可以 球球往下走 唯独的方法 手腕还可以过来 就是我一定要换我的握法 这样子的话 球一过来 我要碰球的时候 我拇指只要翻回来 本来是这样翻 现在也是一样翻 只不过握牌是改了 我一翻 排面就平了 那我打个指线 诶 我可以这样翻 翻一点就行 我打个指线 我翻多一点就可以了 好 学会了握牌 我们下一个会学什么 我们会学我们的启动 然后我们会学我们的伸手 还有卖腿 我们大部分打单打的防守呢 我们是以伸手为主 因为我们是碰球为主嘛 对吧 所以你启动完后呢 就是看你伸手伸得多快 OK 所以呢很多人呢我们会这么学 对吧 握好我的拍后握成邪冷啊来 对吧 你看我先 我不是 卖腿才没有 我们往往都是一启动 伸手 才腿的 因为杀球那么快 你在卖腿的时候很慢了 所以你往往会看到很多顶眼球呐呢 他们有时防守就是 碰了球脚才落地的 碰了脚才落地的 往往 手越早出去 你越可以碰到球 OK啊 当然呢你这个启动要做好啊 你启动的时候前脚掌要抬高 然后压低一点重心 OK 压低一点重心的话 你好接下手球 好很多人可能会说要打拼高怎么办 这个你们去看我们其他的课程啊 我们的步法的完整版等等的 我们都有教到你怎么去接 啊好 现在呢我要打个对角球 OK 很多人会跟你说什么 哦你要打个对角球是吧 看来用这边 这个是直线吗 那打个对角球的话 按理说我就往外伸多一点 来 我就可以打个对角球 对吧 合理吗对吧 在这边我伸这边 我没有办法打个对角球来 我再怎么压的好都没有用 因为我这边已经碰到球了 球直着走了 我再怎么压都没有用 那最合理的就是我往外伸一点 这样子我可以往内打 合理吗 听上去就是合理的对不对 好 但是我跟你说 你在训练的时候一个人扔球这样做是吗 你是能够做到的 OK 前提是他扔的没有太重 关键啊前提是他没有扔的太重 但是如果在实战当中 别人杀 杀球那么快 你再怎么过球啊 球在里面啊你都打不了对角百分百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球那么重 你要怎么来得及往外伸那么多呢 第一点 那如果我们不说实战当中 我们就靠一个人扔球 一个人扔球还扔重一点 你在往外伸你也打不了对角球 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很多人在学这个球的时候呢 他们一个人扔球一个人练嘛 对吧 他们就这么站 哦他扔球这个人就赶紧往外伸 哎 球在这边打 他们就以为是因为他们往外伸 他们可以打得过去 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 反而是另外一点 OK 我现在把这个相机放在后面 我给你看一下啊 你看啊 他扔过来我往外伸 我们会这么练吗 对吧 哦 打得了对角很好 我就第一个我想的就是 往外伸快一点 然后我就可以打对角 对吧 我往外伸多一点 我就可以有空间去打对角 现在我让他扔快一点 使劲一点你看 打不了的 我刚往外伸 哎我就 球要接近我了 我一打 就飘上来 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再看一下 很难的 我根本都来不及压我 手腕我就碰过球了 能理解吗 所以呢 并不是往外伸得多 然后球在里面 你就可以打对角 并不是 你们看啊 从这角度看啊 往往我能打个对角球 并不是因为我往外伸得多 而是我前后有很大的距离 允许我推了手腕 这样子才碰球 就那么简单 所以呢 为什么你们在练一个人扔球 一个人这么接的时候呢 你们偶尔还能做到 因为他扔球并没有那么快 而且呢 还要扔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动 变成呢 你就觉得我往外伸多一点 哦球会在里面 其实你往外伸多一点 球在里面呢 你能够打 也就是因为球在前面 你可以打 即便我没有往外伸那么多啊 球在这边 我没有伸那么多 但是球在我前面 我也可以压手腕 碰过去了 看一下啊 看到吗 都是因为 球在我前面 我可以推的手腕才碰球 他才会去对角 再做一次 塞我王 让他扔重一点啊 你看啊 为什么我打不了对角 看 看了吗 我想伸远 但是 我碰的球手是这样子碰 我再怎么压手腕都没有用的 球只会去直线的 你能理解吗 所以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秘诀是呢 并不是你要往外伸的远 才可以打对角 而是 你是要往后转 你看啊 基本上别人杀球没有杀那么减 而且别人会杀的比较重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怕球都会过到我这边了 好 很多人只想着往外伸 你看 当我往外伸的时候 我排面是这样平啊 我往外伸 看到吗 我排面是怎样 是这样子的 我再怎么压手腕的好 我怎么压手腕的好 拍面是平着击球的 他会平着走的 好 那如果我不是往外转 我还是在这个点击球啊 但是我是往后转的 你看我的手会怎样 我拍面不是这样子的 我往后转的话 是这样子的 看到吗 我们就说迈右腿吧 如果是往横路走 在我旁边 或过我 更不用说 完蛋了 拍面怎样 是朝外的 我在怎么推手腕 怎么压手腕都没有用 你看啊 我在怎么压完手腕 压完了 拍面还是平的 因为角度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不是往外走 我是 我不是这样子 我是 还在这个点击球 但是我是往这样走呢 那我在这个点击球 我是这样子击的 看到吗 很明显 我只是为了击球 我拍面是怎样 拍面是斜的 我只是要动点 他就过去了 所以变成呢 每次很多顶尖球员呢 防对角的时候呢 他们不是往外走 他们是往后转 这样打 才会打出去 低脚 现在你就能够理解 这个那么惊讶 每个人想哇 太厉害了 怎么做这个球 啪 反应的时候 去接这个球的时候 转一个圆圈 啪 打个对角球 哇 太无敌了 啪 他不是这样打对角哦 他是转一圈哦 哇转一圈多离谱啊 哇打个对角球 不用看的 为什么呢 完完全就是因为 对不对呢 他要产生足够空间 好 他产生 比方说这球是可能 过了他一点点 他一启动 他就往后拉 他产生足够空间 他边转边出拍的时候 这样碰到球了 球已经去对角了 但是他这样子了 他再回去这边 就很没有道理啊 最有道理的就是 他竟然往这边转了 他就转回来就行了 就往这边走 所以你经常会看顶尖球员啊 他们打个对角球的时候啊 尤其是过了他们的球啊 他们只要转得多 还打个对角球 他们会转一圈的 会的 了 玩完全是为什么并不是耍帅 而是只有这个方法 他们往后转才能够说 不是这样击球 而是这样子击球 所以你看这些打得很好的球员 他们一截一个杀球 通常是转的很多的 一定是转的很多 尤其是靠左手 一启动他们是靠左手往后拉 边拉边转身 一过球边伸手 啪 正好他们的击球是这样子 就会过去了 那我们说回林丹 林丹为什么它好像 没有显得那么明显的 因为林丹 前面我们说的 它伸手速度很快 而且它在练防守的时候 它很习惯伸手的时候是往前伸 往前伸 所以你看尤其是它反守这边 别人杀这边 它经常一启动 它一伸手 它是这样往前伸的 也就是说即便它还没有看到球 它可能手就碰到球了 碰到了它才转 所以它每次挡个对角球 打得特别特别好 根本好像没有反应过来一样 它看这边没有球 它只要往这边伸了 就过去对角了 所以为什么那么隐蔽 能理解吗 因为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你看要是如果别人杀去我身体 我就很好打 在前面 一到边线的话 我如果是握 改我的握法 往前伸也可以 或者是过了我 我反应过来的话 我要往后转 就可以的啦 好 这是我带的一个女徒弟 高瑞啊 你看她在打比赛的时候 她用上了这一招 身体是往后转的 真的属属对角 就很有隐蔽性 好 这边顺便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关于到防守还有这种低点球对吧 你的启动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是你的左腿啊 你左腿这个启动完后 这个腿越有劲 你越可以稳住去碰 看到吗 我可以带在中间 啪 才走 很多人是什么 这个腿没有劲 一推 这个就起来了 本来球在下面的 压得很低 但是要出去的时候 这个腿没办法撑住 站直了 哎呀 球掉下去了 所以每次感觉好像要碰到 但是漏掉对吧 因为你们的左腿没有力 所以多练你们的左腿力量 下一个视频我会跟你们说 为什么安心下手群那么好 她左腿也很有力量 而且左腿力量有什么好处呢 八发力好 这种单腿这种起跳 这种很好 低点球往往全然不试试 很容易解 因为你左腿有力量 你能够撑住 而且你回球质量很好 下一个视频我会教你们 怎么去加强着左腿力量 还有她的好处在什么 所以其实到双打或者混双也是一样的 别人压到这边 要是如果你启动 你是这样子打的话 完蛋 再怎么压手弯都没有用 我们要能够 变出派的时候 我们往后转 到最后球在这边吗 我不是这么打的 我是这样子打的 球就过去了 所以主要还是转身 所以你要打个地球球对吧 转身 所以我做一次啊 之前我们是这么做 你看她一压过我 我再怎么压手弯都没有用 OK你看我是往这边去 我这样一碰到球 我就停了 我再怎么压都没有用的 因为我这边已经卡住了 但现在我是往后转的话就不一样了 再来 OK所以呢 球在这边的话 我不是往这边去 我是拉左手往后转 这样打 只要我这样子 只要我过了球 就推手弯 推完它 碰到球才就过去了 那如果比方说 它推的比较轻 那我就可能不用转那么多 我在这边我就可以打了 对不对 来 看到吗 只要是在我的前面 我可以这样伸手 到这边才击球 它肯定会过去了 后面球 我们不要想着往外 不要想着往外走 很多人会想着往外走 勾不过去的 往后转 边往后转 只要是在你背后这边 你不在这边机球 你是在这边机球吗 你拍面很自然会朝这边的 到了这边 你拇指 即便你没有压那么多 动一点 它就会过去了 反正你压那么多 是没有必要的 可能就是刚刚好在这边吧 这边机球 可能角度还是比较少 我会压多一点 但要不然的话 我们不会压那么多的 所以很多是角度的问题 就跟我刚刚跟你说的 那单打 为什么李宗伟 他们会往后转身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双打还是有的 你看 由于我需要转的很多 哦 那我转这样子的话 我回来就很不合理 我打完我就这样转就行了 我就会这样转 大家看到吗 吧 我就会更合理 是这样子 这边转 可以吗 好 那你可能问我 教練要是如何推到底线呢 那推到底线的话 就是一个被动球了 OK 那同一样的道理啊 OK 它推到如果是这样子接的话 我只能打个直线球 但是如果球在这边 我可以往后多一点的话 我就可以打个对角球 一样的道理 这个如果你们要学 我先示范再给你看吧 那如果你们要学的话 我们反手这个过渡球的网课 要出来的 好吧 我做一次给你看来 球过了我 可以打个直线球 那我现在怎样 过球啦 当然还有台的方法啊 OK 所以怎么练呢 平时可以让一个人扔 扔别人也无所谓 或者你可以不用先扔那么扔 就刚好是你舒展的这个距离 但是你不要往横着舒展 别的样子 倒不了了 想着往后转 这样子这个习惯 啊 转 就可以了 啊 它扔高一点无所谓 启动 转手 看到吗 启动 转 启动 拉左手 边出手就行了 启动 拉 就可以了 好 一旦过你很多时候呢 就大胆的往后转 就出拍型了 一碰到你转一圈 它就会去对角了 很很很奇妙的 好 但是这边要注意啊 不可以 先转完才出拍 不可以这样子 你来不及的 你 你没有出手 我们是 边出手 边转身 你不可以先出手 再转 没有用的 你也不可以 想着转身后 打不到的 打不到的 因为你根本都看不了球 所以我们是 边出手 边转身 边出 边转身 就可以了 他就去对角了 可以吗 当然低的话 左腿要有劲 拉 OK 可以吗 左腿要有劲 然后往后转 左手 往后一拉 出拍 然后高低的话 这个拍面 其实你不用压那么多的 你只要拍面稍微有点斜 碰就行了 不要太过这样子平 它会很高 也不要太平 它会不过往 稍微一点四十五度 碰就OK了 不用什么时间了 你们可以试一下 好吗 然后你们这边也看一下 现在正在跟我上课的一个小女孩 也在学这个防对角 她学得很快就上手了 OK 不管我是轮胸 或者是沙雄 都做得很好 再说 正在牢 放开 对 这是 对 插 正在 插 边 上车 边 그게 await OK好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 OK好吗 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当然这个手要推的力度 自己要调一下 记得我们周日晚上继续直播 然后呢 那个过度的网课 一旦我们确定好日期后 我们会在这边通知你们 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看了 好吧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评论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